现在本土疫情严峻 那疫情是也在批发市场蔓延开来 在万华区的家禽跟鱼类批发市场 传出了确诊状况严重 很多摊伤快筛阳性 不过呢担心做PCR检测 会被判断为确诊 没有办法继续做生意 也形成黑数 而现在连原本采取快筛因规范的北农 是也将要改以以筛代格的方式 但这样的做法也让摊伤跟家属都担心说 批发市场会成为防疫漏洞 感谢观看